親愛的弟兄姊妹們 平安 平安 要不要出來 聲音 有 有嗎 有 謝神的代理 跟貴會的接納 本主日是總會所訂的 退休傳教師奉獻主日 其實我聲音也很大聲 我覺得太近了 OK 好 今天剛好是教會的 退休傳教師奉獻主日 也是剛好我們在紀念主耶穌 他降生的節慶活動 除了提醒我們眾人 我們要學習主耶穌的尾聲 他的犧牲 他的奉獻 也讓我們要感念一下 一生 吻生在宣揚福音 為尋找迷途的羊 安慰憂傷的心靈 同甘共苦 同樂的牧者們 我們要紀念他們 我們要透過全體的教會 信徒的關心 跟蓋達奉獻 等實際的參與行動 我們共同來分享上帝的恩典 我們一起來關懷 在職退休的牧者 他們 邀請我們 一起來幫補他們 用行動幫補 照顧這些 已經退休的傳道人 他們 有些人 在已經重病 需要照顧 或者他們 有陷入到困境的牧者 我們來回應上帝的愛 愛是要我們分擔 要我們去分享 小小的愛心奉獻 能擊殺成塔 成就上帝無比的祝福 但願我們都能成為上帝祝福的出口 我們去傳遞分享上帝的愛 這是我第二次來到我們永福教會的華語堂 感謝神 今天我是因為退休傳教師奉獻主日而來 這是我今天來的目的 也要請弟兄姊妹們為了傳教師 他們一生的奉獻 為他們代表奉獻他們 記得我上次我來 記得我第一次來嗎 有聽過我第一次來講道的人嗎 那一次我講什麼 那一次我講我的 這一次我要講我們家的故事 記得我告訴你們 我曾經在花蓮門諾醫院上班對不對 對 我在還沒讀神學院的時候 我在神學院 在玉山神學院 在門諾醫院當社工十幾年 但因為上班很久 又有很多晃假的時刻 所以我就跑去神學院進修 但我在進修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快樂 每次雖然從花蓮寺到神學院 差不多有四五十個 四十幾分鐘的路程 可是我這樣子每回這樣子跑的時候 我讀了半學期我很快樂 我也很感動 我竟不顧一切的阻礙孩子 那時候還在念高中 我需要生活的大支出 那我就辭去工作耶 你知道我上次講 我是一個單親的的媽媽 我就辭去工作 那我孩子還在念書 我就很勇敢 不知道是勇還是勇 勇敢 我就辭去了工作 當我這樣子做的時候 然後我在實習的打工的地方 就其實是打工在外快的地方 就是教會我去私勤 我平常上班完了以後 我會去教會私勤 因為那個教會需要私勤 然後他們用PAP來請我去打工 所以我就很勇敢 我覺得我辭掉工作以後 我有那一份打工的薪水 所以我就很勇敢辭掉 所以我就幾乎全心全意在打工私勤 後來那個牧師覺得 我很像每天都在教會晃來晃去 怎麼以前沒有這麼勤勞 禮拜二禮拜三晚上也沒來 現在怎麼每天都來了 後來他知道 哇你竟然辭掉工作 就專心專意在私勤喔 我沒有跟他說 我去讀神學院 如果是聽得很高興 他就偷偷跟我說 你放心去念 我支持你練 他說他要退休了 他是從美國回來的傳教師 他說你就專心去念書好了 你也不用每天跑來教會 我支持你 因為我要退休 我退休完了以後 你就接我的位子 當時的我真的是單純 甚至就很欣然接受 欣然接受喔 我以為這是神給我的下一個工作 我就趕快 我本來在研究所選修 我就趕快降級 重考去神學士班讀宗教系 所以我在玉神受了兩年的宗教系完了以後 我畢業那一年 我就讀兩年神學院而已 畢業那一年的七月 我馬上當了傳道人 任職因為牧師他真的就離開了 他就真的離開台灣回去美國 然後我就獨立募會了 很多人都只問我 甚至一些年輕的老師啊 我的同學啊 我的同學都可以當我的兒子 他們也都很問我說 你怎麼這麼大膽啊 我的老師教學他也說 你這麼大膽 現在就在幕會了 所以你說你看我這麼認真 每天好早就來上課 很晚才回去就很認真 他們就這樣子的質詢過我 後來記得我剛接 兩三個月的時候 在十月十一月的時候 七月就當傳道人 十月的時候就有一個 老姐妹有病在闖 突然被盟主恩召 必須要主理告別式 尤其我看到那個長子們 他們關愛的眼神 很擔心的眼光 看著我頻頻問我 你可以嗎 其實我心裡害怕的不得了 我好害怕 趕快去求救 求救老師 求救一些人 武士底下請教我的指導老師 我的指導牧師 說怎麼辦 你們要不要來幫忙 神學院的老師 有些人還沒有回國 他們含吐架的時候 他們會出國進修 我還沒回國 沒有人可以幫助我 有人他們說 教會也有事情 最後這個指導牧師跟我說 你總要有第一次 但是你的第一次 比人來得快啊 其實當時我 就如同保羅 今天的聖經解說的 十分軟弱 又害怕 又戰戰兢兢的 但是那個教會的主席長老鼓勵我 說你只要你清楚 你是被神呼召的 你知道你是神的仆人 那你就勇敢啊 你照著神的真理 聖經的信息 聖靈的帶領 你勇敢做見證啊 我看到他 我看到他擔心的眼神 他就插著彈的 後來商家告訴我 那一場告別式 有很多人感動 甚至有一位銀行的經理 他到附近的教會 聽了我的見證的時候 他去做禮拜了 今天的聖經解釋 是記載在保羅 在第二次旅行的 傳道的時候 來到哥林多城 他在雅典的胡音事工 不是很成功 當保羅他要來到哥林多城的時候 他之前 他是在雅典的 他不是很成功 因為他在那裡 他甚至被人看作是走江湖的 驚慌耶 很像在變魔術一樣 像術士一般 會得為人禱告就好了 為人做什麼事情就好了 為人趕鬼 有人跟他求 就有求必應 有人認為他是一個美狗野外 買術士的一樣 所以他很失望 保羅他來到哥林多城的時候 他其實也有想 用哲學的理論 和那些很有學問的 伊比丘魯派的人 或斯多里派的人 討論有關耶穌基督 你知道嗎 保羅 他是怎樣子的人嗎 我們的新約幾乎是他寫的 對不對 保羅 他新約幾乎 我們正經的新約是他寫的耶 他是非常有小吻的人 對不對 他本來想要用這樣子的理論 跟這些人來討論 跟這些哥林多城的人 這些有學問的人來討論 耶穌 顧我的事 結果他在雅典的地方 竟然說 只有個位數的人信耶穌啊 所以他來到哥林多城以後 他決定晃氣 這些人看為很有學問的方式 他傳講福音 他就要用很簡單很簡單的方式 告訴大家 耶穌基督被定十字架 第三天復活 使徒保羅他在這裡強盜 他沒有用華麗的遲早 他沒有用華麗的遲早 或高深的學問去宣講上帝的奧秘 所以因為真正使人感動 願意來接受福音的人 並不是因為人的力量 不是因為你今天你帶他信主 是因為你多棒多會講 還是是哪一個博士 哪一個神學博士來 他聽了他聽懂了 他說真正使人感動的 願意接受福音的不是人的力量 是上帝 是上帝在那個人的心裡 做工產生的結果 如果沒有上帝的靈 在人的生命裡做工 人所做的福音事工 就相當有限 所以屬上帝的人 所領受的不是世界的靈 是神從上帝所猜來的聖明 教我們能知道他的事 屬靈的智慧也不像屬世的智慧 單憑人的努力 你很努力去求 去做 去讀 每天很認真的去追求 不是 還是不憑人的努力 學習可以得到 屬上帝的人 能明白屬靈的事 這是上帝的恩典 其中包括有十字架的道理 跟上帝的智慧 這就是使徒保羅在這段經文 對我們的教導 台灣在1865年開始 就有受呼召的長老教會的宣教師 他們陸續來台灣傳福音 早期的社會當時大多數人 都沒有念書對不對 在一百五十幾年兩百年前 大部分的人是沒有念書的 那些傳教師他們來 他們要怎麼傳福音啊 像我們現在有那麼多的歌曲 只要一首詩歌 就打動你的心 就覺得神愛我 我知道有神 聖經可以看 有很多更新可以看 有周報可以看 有教會公報有很多 有GOODV可以看 可是他當時沒有 要怎麼辦呢 要怎麼傳福音呢 我們現在有這麼多工具 都傳得不快了 其實如果像現在的話要傳 應該背家背家背家的背家對不對 有太多管道了 可是在當時都沒有的時候 要對那些阿祖阿公阿阿嬤他們 講什麼呢 在1944年 逃了民國33年 台灣還沒有被日本人佔領的時候 我的阿嬤 因為有一個兒子阿伯 因為有一個女兒阿公 同時在一次海難中去世 養著非常優秀的孩子 阿公在我爸爸差不多七歲的時候就過世了 就寡母辛苦徒養的小孩 因為愛念書會讀書 不管當時的社會政治動漫不安 因為日本老師說你的孩子很聰明 我可以推薦你們到日本去念書 所以阿嬤她就認為 有這樣子有神明保佑 有虔誠的馬祖的信徒 所以他們就賣錢 阿嬤就賣錢賣地送孩子 阿伯跟阿公他們去日本進修身照 沒有想到在海上遇上了空襲 被美國飛機把他們打了 同時失去了生命 兩個孩子 隔了兩三年 台灣光護以後 又有兩個年輕的 已經嫁出去的姑姑 生了重病肺結核 被送回來 被婆家送回來養病 因為會傳染對不對 很像會傳染 就被送回來了 當時的阿嬤真的是傷心欲絕啊 我的爸爸他說他當時差不多有二十幾歲 因為在台北念書 常常在火車站公園裡面 聽到有人 外國人用很簡單的台語在傳福音 放假回來 他看到我家住在屏東 就看到家裡的苦難阿嬤傷痛 他都講了一句非常簡單的話 他說我們來敢信真神耶穌 應該信耶穌 這樣的一句話 能使一個賭信馬祖 住在馬祖廟旁邊 馬祖理事長的家庭 馬祖廟建築物有阿公大大的名字 阿祖大大的名字 刻在那個石柱上 我家真的是住在馬祖廟旁邊 小時候會跑去那個馬祖廟館 進去以後怎麼看到有姓書的 這麼大的名字刻在上面 回家問爸爸說 為什麼那個馬祖廟裡面有一個姓書的刻 有兩個姓書的刻在上面 爸爸才告訴我 那是阿公跟阿祖的名字 馬祖廟的建築會的建築費用 有一半奉獻的家庭出自我的家 全家改信耶穌基督 當時一片渲染 鄉里一片渲染 語論攻擊 家族排擠 我爸爸說他們要進來鄉口的時候 有人在他們堵住 你們出去就不要再回來了 常常這樣子的排擠 阿嬤是一個女人 所以親主 她的娘家親主 姑姑姑 她不 她說你怎麼一個婦女家 可以這樣決定做這件事情 阿嬤當時在做理事長 廟裡面的理事長 當時真是引起一片渲染 清油的排擠 改信十字架 使在十字架的耶穌 護活的神耶穌基督 是人的能力嗎 是因為我的爸爸的一句話嗎 這句話很深奧嗎 信耶穌得永生 這句話很深奧嗎 但是事情真的是這樣 我的父親告訴我 這是我們家信主得救的經歷 就像使徒保羅說 保羅說沒有用華麗的詞 找高深的學問 宣教上帝的奧秘的原因 使徒保羅說他什麼都不要傳 他只傳十字架 主要原因是透過十字架的護衣 讓大家學習認知人的罪 而是多麼的深 多麼的需要 耶穌基督的救恩 因為真正改造人的生命的力量 不是人的智慧的言語 而是聖你親自在你的身上動工的 我來教會是某某人帶我來的 不是神找在你的心裡 拣選你了 藉著別人帶你來教會 不是聖你的感動 傳道者的智慧 因為口才也是枉然的 保羅說他來到哥林多教會的時候 是害怕的耶 他是戰戰兢兢的耶 他十分軟弱 一個能寫聖經的人 他說出這樣子的話耶 各位弟兄姊妹們 傳十字架的護衣不是一般人的知識 當我們在找牧師的時候 我們會看這個牧師流血的 他是哪裡的 他是募過好大的教會的 他所去的步道會有多大場的 我們通常是用這樣子 在衡量一個牧者或一個人 可是傳十字架的護衣不是一般人的知識耶 也不是一般人的學識或自己的才能能做到的 而是他仰賴上帝的大能 上帝的拯救改變我們內在的心靈 今天的聖經節第八節說 世上的統治者啊 他把世上的統治者 是猶太人的宗教社會的領袖 羅馬官員 他們是將耶穌定在十字架的主侍者 對不對 保羅認為如果這些人他們真的明白上帝的救恩的話 他們不會把耶穌定在十字架上 所以保羅他將我們信徒分成兩種 我們也要來看我們是哪兩種 我們是不是屬於這兩種的哪一種 他說靈性成熟跟靈性軟弱的人 用接受相信十字架的護衣做標準來區分 信徒在靈性上你是否成熟 不是用人的社會地位的經歷來的 也不是從人的財富多寡 學識高低 是從一個人你怎麼看十字架的 因為十字架是神早就已經擬定好的拯救的計畫 所以只有在靈性上成熟的人 你才會明白 承認自己是罪人 很軟弱 無法救自己 因為自己知道自己是罪人 需要上帝的拯救 當一個人知道這些的時候 他就是一個成熟的人 也就是屬上帝的人 一個人要認識上帝不是靠人的能力 是要靠上帝的靈 對人的心靈的啟示 你才能明白 因為上帝的靈才知道上帝的事 沒有上帝的啟示 人想依靠自己的能力認識上帝 是沒有通道可學的 知道自己靈性不足 你會去尋求上帝的靈 教灌你 這樣的人才會明白上帝的旨意 一個人是不是知道自己靈性平滑呢 你知道你的靈性是平滑的 看這個人的家世 或者你讀了多少的書 和你的背景牵扯不上關係 唯有一個條件就是 你要謙卑 知道自己有限 自己的能力不足 所以講到 也不是用人的智慧所教來的 各位弟兄姊妹 我剛剛說我讀哪一個神學院 很多人沒有聽過玉山神學院 他說你怎麼有 你讀了那是原作你念的 是不是很簡單 是不是每天都在玩 我說也差不多啦 我說也差不多啦 因為我們靠山很漂亮 就在鯉魚潭的對面跟對面 非常漂亮 有時候老師會帶我們到外面去上課 我的老師也是原住民 大部分 同學也大部分 幾乎是原住民 他們一晃下課就到去玩去釣魚 我們還有人說是釣魚神學 就在很自然的環境領域去認識神啊 其實講到真的不是用人的智慧 你所領悟出來的 也不是靠你自己很努力的去學 就學來的 我們屬聖靈的人 要有基督的心 因為這樣子的人 他的心裡是跟上帝是相同的 其實由我們來說 我們會常常遇到基督徒的父母 或者你是當父母的 你在討論你的孩子 未來所學的時候 孩子說他想讀神學院 當你的孩子說他要讀神學院 你有什麼反應 你知道讀神學院 孩子讀神學院最大的阻礙是誰嗎 很好 你們可能當過嗎 遇到最大的阻礙是父母耶 理由是什麼 理由表面總是說 我的孩子不堪勝任 沒有清楚的知道呼召 或者會說 他信仰根基太淺了 等等類似的這樣子的話 其實做父母的心裡面 想的不是這樣 原因他們覺得 當傳道人 社會身份低 賺的錢少 工作又還重 為什麼會說社會身份低呢 有一次我的孩子 他我們剛幫來不久 我們去 去覆證 後來 因為你們知道我的孩子 是一個有傳道手冊的孩子 然後他要登記 他要去寫一些資料 他就問父母的職業 他問我媽媽做什麼 我說我是教課的傳道人 他認了兩秒 他說我寫五頁好了 我後來要跟他解釋 說我有謝你的 後來就是 好啊好 因為他要趕快留下一個 他可能覺得身份低 賺錢少 工作還送又常常會被罵 他們應該知道在教會裡面 常常會批評牧師 批評傳道人 他怎麼樣他怎麼樣 自己聽到的時候 怎麼捨得自己的孩子以後 也步上這個後診呢 又被會有閒 被長職批評 都是認為他的孩子以後 可以走更好的社會地位 深圳認為孩子資質太差 若是去神學院就讀的時候以後 當傳道者對教會宣教事公 不是最好的奉獻 有這種父母是很少的 甚至我們常常私底下說 把那個最好的最聰明的 他願意要去讀神學院 跟他說不要不要不要 你去當醫生 你那個那麼會講話 當律師好了 那麼會讀書 幫你當老師 你要化學醫 物理化學那麼棒 讀醫生啊 然後把那個不聰明的 說你去讀神學院當護師 反正都有個師啊 為什麼一般的信徒是這樣呢 有這種想法呢 這是保羅所說的 沒有用鼠裡的眼光 是用一般屬世的價值觀念在看事情 因此無法真正明白屬靈的意義 這就是保羅 他想要告訴我們的 一個不是真正屬上帝人的 他很難明白屬靈的事 但是 苦難 是我們信仰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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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沒有公布的秘密 通常我們在電視上看到 有人報道自殺的時候 後面旁邊都會打上一個 一排次對不對 這是錯誤的行為 請大家不要謀謊 對不對 所以 台灣地震 很多人 自殺 是不是地震被 證實的 是他們難過自殺 沒有信耶穌的人 他的盼望是看得見的東西 沒有信耶穌的人 他們的盼望是 要看得見 我要看得見 我才有希望 要看到馬祖 要看到偶像 他在那裡 我才相信 我要看見我有房子了 我才覺得我是安居的 我要看見我有工作 我有很好的伴侶 我才覺得我是幸福的 我如果失去的這些 我都沒有了 他們需要盼望是看得見的 當這些勞苦得來的一切 在一夜之間化為烏有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再活下去了 但基督徒不應該如此 我們信主後 神並沒有免去我們的苦難 苦難反而是用來考驗我們的性 苦難對基督徒來說 是信心 是愛心 是順福的考驗 神他不挪去我們的苦難 他讓苦難考驗我們的信心 苦難也考驗我們的愛心 耶穌他沒有罪 他為什麼要來到我們這個世界呢 是因為愛 為愛受苦有價值 基督徒 基督他在我們還是罪人的時候 為我們使 向我們顯明他的愛 譬如我們的小孩生病了 父母巴不得啊 為小孩受苦 為小孩生病 跟神求的時候說 神這個病給我 不要給我的孩子 這個苦難不要給我的孩子 給我 我們當父母的都如此的祷告 對不對 我們的神是這樣子的 為我們受苦 愛是苦難的仇刀體 沒有愛的人 他不會覺得苦啊 921我們有沒有親人過世 我們北劫苦難 北劫屠殺的時候 有沒有親人被殺 被鄭劫殺 高雄氣爆有沒有人 我們的親人 就是在那裡啊 因為我們沒有親人在 所以我們不會覺得很苦 但是你的親人 你有愛的話 你就會覺得很痛苦 失去親愛的人 很痛苦 在一區的人 因為跟死者有愛的關係 所以他們痛苦 主耶穌他全然感受到 我們在最終被壓的苦 相恨之下 他就選擇上十字架 只有苦難才能顯出 愛的偉大跟可貴 苦難也在考驗我們的順從耶 譬如說 懷世謝恩 懷世謝恩 在說什麼 他在說我們在順盡的時候要感恩 在順盡的時候你會去感恩奉獻 你會去感謝人 你會去感謝神 那是一半的信仰 那是一半的信仰 但是我們有經驗人生的真實面的時候 我們發現呢 苦多於樂 我們的人生苦多於樂 所以有一句話說 人生不如意怎樣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耶 那聖家如意剩什麼 剩零啊 十十之八九 就已經很多了 對不對 十就已經滿了 所以樂是零啊 有時候是零啊 所以八就剩下兩個 如意啊 九十之八九 那是正一 所以我們的苦難 不如意是十之八九 那我們還能喜樂嗎 有些信徒是在有餘的時候 五春的時候 還要來奉獻 我都用不 我都用不夠了 我為什麼要奉獻啊 我都用不夠了 我還要幫助別人嗎 我自己就顧不了了 我有好多貸款要處理耶 就不能幫助別人 我們是不是要在不足的時候 還奉獻 你知道那個才是真正的奉獻 苦難就是要我們學習順福 在苦難中還能喜樂 伴隨著苦難的喜樂 才是真正的喜樂 神祂常常不挪去我們的苦難 所以主耶穌在被抓的那個晚上的祷告 祂還記得在課西馬尼亞的祷告嗎 祂說求主把苦杯拿去耶 可是求了好半天 祂說好吧 不挪去苦杯 但是有能力喝下去 苦難使我們依靠神尋求神 苦難叫我們看見自己的軟弱 願意來依靠神 聽從神的話 剛搶的人是沒有苦難的 但每一個人的人生都有苦難 在顯靈我們都是軟弱的 苦難叫我們看見自己的有限 人的盡頭是神的起頭 你知道保羅他身上有什麼 保羅身上有什麼 有刺對不對 保羅身上有刺 他常常求神 醫治他耶 剛剛一開始就說保羅會怎樣 他會為人家醫病耶 可是他自己的刺醫不好耶 這個很有名的啊 很有名的一根刺啊 他常常跟神求神 求神主你要醫治我啊 我才有話講啊 我這樣子為別人禱告 人家都得逞了 我的禱告是算什麼 怎麼不醫治我呢 神不要他驕傲 跟他說 他再三次 第三次求神醫治 很用心的求神 他不是隨便求的 他第三次苦苦要求神 說神你要醫治我的刺啊 我的痛啊 我的脊椎痛啊 你要醫治啊 主跟他說什麼 很有名的一句話 第三次求的時候就告訴他了 他說我的恩典夠你用 我的能力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啊 神不要他驕傲 當我們有能力的時候 我們不會依靠神 我們很順利的時候 我們得意的時候 你會說主啊主啊幫助我 不會 基督耶穌被釘十字架的前一晚 大聲哀嚎 耶穌他也哀嚎耶 他被釘十字架 明天要被釘十字架了 釘十字架會不會痛 我們被掙扎到都非常痛對不對 何況釘十字架 來 耶穌是人耶 人子耶穌耶穌耶 當時是人的肉體耶 他害怕他痛哭他流淚祷告 他承認在人性的軟弱中 需要依靠神 告訴我們在我們所遭遇的苦難中 順從神是有可能的 行得通的 主耶穌就是我們得救的根源 弟兄姊妹們 你看我們台灣人的苦難 還要持續多久 去年有被劫屠殺 有氣暴 有這麼多的苦難 幾年 幾年 今年還沒有結束對不對 我已經準備在跨年了 哈哈哈哈 持續多久 我想神要等我們教會復興 我們應當為教會復興 來禱告 我們要為教會的軟弱 禱告 我們要為自己的軟弱 禱告 我們要為我們自己的貧窮 禱告 這個貧窮不管是財務的貧窮 或者是心靈的貧窮 還是要為我們沒有做見證禱禱禱 我們沒有為愛來哀動 我們沒有為這些人來禱告 沒有積極去傳十字架的福音來禱告 各位弟兄姊妹 我們不要因為我們有面臨苦難 有這些苦難 有這些殘忍的事情 這些澎湖空難 高雄氣爆 不知道還有明天還有什麼爆 有太多的愛傷痛苦驚恐 其實苦難有它正面的意義 我們正經說的 上帝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 是你的眼睛沒有看過的耶 上帝為你愛他的人所準備的 是你耳朵也沒有聽過 再來就是從來你都沒有想過的 你沒有想過的事情 上帝會讓你得到 你所沒看見的 上帝會讓你看見 你沒有聽過 也會讓你聽告 上帝為他人準備的 為他愛他的人所準備的 是這些東西耶 我的阿嬤她遭受到孩子的苦難 但神靈敏 使得我們全家得福 本來被家族唾棄排擠的 伴神的恩典滿意 讓阿嬤的家族重新興旺 因阿嬤信主 見證神的恩典 他帶領了親主信耶穌 我們有沒有聽過 嘉莉立騎導院 那裡面的院長 是我的表叔 我們家族後來有牧師 有大學教授 有國策顧問 有一個堂節 在日本當外交官 外交使節 也有醫生 也有律師 榮耀上帝的名 第十字架的基督 作為神的智慧 就是這麼的奧秘 上帝透過保羅 向我們啟示 是因為我們有神的愛 不然我們是不會明白的 我們聽不懂的 有沒有聽到 帶人來教會的時候 他聽不懂 可是我們聽得懂 我們一聽就懂 因為神的靈在你的身上 所以你聽懂了 所以我們作為神的兒女 應當用屬靈的智慧 很清楚 很潛明的傳講十字架的真理 服務社會 如果你在社會裡面 不一定要當醫生 不一定要當律師 不一定要當牧師 你在你的工作上 你是在打工 你只是在洗碗的 或者送東西的 你認真的做 上帝把你晃在那個地方 要你做光做眼 榮耀祂的名 不要問我一定要當律師嗎 我一定要當什麼嗎 我要當醫生嗎 社會崇高的 不用 你只要好好的做你現在 你可以做的工作 你好好的盡著做 那就是在為主傳福音 做我們一生的資責 我相信上帝願意借著我們 成為救贖的管道 為他人帶來祝福 因為聖經 確確實實告訴我們 我們成為神所使用的管道 給人安慰 勉勵鼓勵 因為神說 我們已經領受了神的靈 救有基督的心了 我們是屬基督的人 我們一起來祷告 親愛的天父 我們謝謝你 你如此愛我們 你親自來到這個世界 使我們得到恩典以拯救 並且成為我們生命的主宰 天求你的靈充滿我們 使我們明白 聖主為人 預備救恩 使我們充滿力量 得掌能力 自慧 讓我們勇敢為你做見證 使人願意接受你的救贖 邀請耶穌基督 進入我們的生命中 成為生命的主宰 我們的罪 因為耶穌得赦免 生命因著恩殊的掌管 活得更豐盛 奉主耶穌基督的比丘 阿們 我們來用一首詩歌 來回應上帝的愛 鳥 最重要的一切事情 我们却完全不能掌握 我相信 一生到你叫哥哥他 我相信 这永恒奔向 当水月渐渐消失 世界成过去 我认了 依靠古旧世界 我相信 能被定是他地主耶稣 又能定是新生命来临 因他是我却改变 是相信生命 十字架是我生命的心 我相信 一生到你叫哥哥他 我相信 这永恒奔向 当水月渐渐消失 世界成过去 我仍然 已高古旧世界 我们相信 我们相信 这个短暂虚辱的生命 有一天 将要飞雨无有 但星星能胜过 这黑暗 而死亡 连的神 都已经死了 他们没有幕后 他们都死在魂墓里 但是我们的神 他幕后了 十字架以前是一个可辞的 是一个侮辱的刑具 杀人刑具 因为耶稣 他在十字架上复活 所以他变成是一个光荣的记号 每一个人带着他 在两千年前被钉十字架的人 你敢说我们家有人被钉十字架 那是此路 可是耶稣钉了十字架 他变成是一个光荣的象征 每一个人带着他 到处有他 是一个安慰 有盼望 所以我们要相信 两千年前古旧的十字架 我们来唱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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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的头头里面有 我相信这个短暂虚无的生命 有一千 hors酸 有一千何鸟 要回遇不要 開始欣赏 superheroes 乾燥兄前的生活 黑暗与失望 盯定 hare行相信wiad 我会见我的能有 我想 西南沙江icar依国 我相信这很永恒的家 当水月天天消失 世界全过去 我认人以高度就是家 我相信一山高 我们一起来 我相信一山高屁家跟着他 我相信这永恒的家 当水月天天消失 世界全过去 我认人以高度就是家 当水月渐渐消失 世界全过去 两千零十四年就要过去了 我们再也不会有两千零十四年了 但是十字架仍然存在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要依靠古旧的十字架 我们再来 人以高度就是家 这次是体验 不吝点 拍照 摇 摇 摇